大家好,我们在给南花施肥的时候 给它喷湿叶面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施肥方式 那么我们在给南花喷湿叶面肥的时候 有三点大家要注意好 要不然可能不仅没有什么效果 还有可能会导致蜘蛛产生肥害 那么我们有哪三点要注意的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喷湿叶面肥的时候 浓度一定不能够过高 而我们常用的一些叶面肥都是像这种无积肥 那么无积肥的话如果浓度过高 是很容易产生肥害的 那么这个浓度的话 我们最好控制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左右就可以了 浓度一定不能够高过千分之三 第二个就是在喷湿叶面肥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蒸发过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喷湿叶面肥之后呢 这个水啊及时的蒸发掉 然后呢这些肥叶残留在叶片表面 就很容易产生肥害灼伤叶片 再加上蒸发过快植株叶片的吸收不了多少肥叶 也会造成它吸收效果不好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这个气温相对不能过高 再不超过28度以下的这个温度 然后呢在一个无风的早上或者晚上来进行喷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吸收效果会更好 但是要注意我们在喷湿叶面肥之后 最好第二天呢 给它在叶面喷湿一次回水 可以将叶面上残留这些肥叶给它冲洗掉就可以了 第三点就是在喷湿叶面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避免形成这个大的水珠 如果形成这个大的水珠啊 这个水珠的话会直接这样子流下去 流到叶芯里面 如果在通风不太好 或是污染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导致叶芯腐烂 那么我们在喷湿的时候 一般都是建议大家喷湿这个兰花的叶片背面 那么喷湿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喷壶一定要调到最细化 然后呢 给它像这样子喷湿水雾而不是喷水滴 不要连续的喷湿 大概喷湿到叶面的上面有一点点这个水雾就可以了 所以给兰花喷湿叶面肥的时候 大家把这三点把握好了 那么这个叶面肥不仅能够更快被蜘蛛所吸收 又不会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